证明31岁杨姓孝子一份薪水要养全家老少 忙到不敢交女友 因为经济压力大 他下班只能回家打电动 能省一点酸一点 不过去年他透过网络认识一名13岁少女 居然两度带他去旅馆开房间 对方家长发现后认为女儿被欺负了 愤而提告 杨姓孝子认罪并拿出130万元现金和少女家属和解 之后会再给70万 台中地院认为孝子欺负少女确实可恶 但他独自抚养有身心智能障碍的父母妹妹 因此依于未成年性交罪 判他两年徒刑缓薪五年